Hello,大家好,我是DP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怎么给S905L3A的电视盒子刷ATV系统 这期视频用到的盒子是中心的B863AV3.1-MR这款盒子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前期准备工作 打开dprit.lab00.com 然后在搜索栏里输入863 我们可以找到对应视频的资源 打开后面的链接 然后这时候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我以跨过网盘为例 打开跨过网盘的链接以后 里面一共有两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是2.2.4版本的刷机工具 然后第二个文件是用到的镜像包 是安卓TV9的一个镜像包 然后除了这两个软件以外还需要准备两个硬件工具 首先是一个短阶神器 还有一个是双公投的USB线 这两个在磨宝或者磨多都可以轻松的买到 价格应该在10元以下两个一起 然后这个时候当这些都准备好了以后 假设大家已经下载好了 切换到把这两个文件拷贝到U盘或者放到NAS里 然后切换到Windows系统 关于这两个下载到的文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首先上面这个是刷机用到的工具 版本是2.2.4 解压缩 然后用里面的EXE文件完成安装 然后桌面上就会有一个启动程序 就可以启动这个刷机工具 然后第二个文件是用到的镜像是安卓TV9的 这个需要解压缩 解压缩以后可以得到一个.img文件 稍后导入到那个刷机工具里面去需要用的是解压缩以后的.img 所以你要做解压缩 好的 这就是所有的准备工作 下面我们来开始运行APP OK 接下来假设你已经切换到了Windows系统 完成了这个系统 这个刷机工具的安装 也把镜像文件夹缩好 放到你的硬盘里了 然后你打开这个刷机工具 点左上角的文件 在1号位选择导入烧录包 选择的会有一个弹窗 然后就选择你刚刚解压出来的.img文件 然后它就会进行一个校验 然后实现导入 然后在2号位就会显示 这个东西导入到哪里了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提醒一下 如果你的导入很慢的话 可以考虑把1号位的校验.img这个勾取消掉 它导入就会很快 然后导入都完成以后 来到3号位把两个擦 擦除前面的勾选上 按照图上这样去完成设置 然后在4号位点开始 这个时候这个程序已经进入了准备阶段 就不用再管它了 好 接下来做第二件事 把你的电视盒子拿出来 不要接电源 把刷机工具插在HDMR口上 在图片上的1号位 然后在右侧会有两个USB 分别是2号位和3号位 把你的双公头USB线插入2号位 然后这个时候 把双公头USB线的另外一端 插入你电脑的USB口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程序开始运行了 这边多说一句 电脑那边的USB口尽量插背面 有的口可能是因为供电或者什么原因 导致刷机不能成功 所以你需要去尽量插背面 或者你需要多测试几个口 好的这个说完了 当你所有的线都插对 并且两端都用双公头连接以后 这时候这个程序就会在这个地方 识别到这个设备 然后开始加载进行刷机 因为我那个截图丢了两张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它会一直往下走 在走到100%的时候 刷机就完成了 你可以看到烧录是成功的 然后下面有一些信息 这个时候在这边点停止 整个烧录的过程就结束了 一定要点停止 点完停止以后 把那个USB线从电脑和盒子上都断开 然后把刷机神器取下来就可以了 OK当刷机的过程都完成以后 就可以把盒子拿到电视那接上 HDMI和电源线就可以正常开机 第一次开机的画面应该是图片上这个样子 整体来说这个刷机的还是比较容易的 好的 这就是这期S905L3A刷机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这些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 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相关问题 欢迎留言 我是DP 谢谢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